今天就是講白羅斯 顧名思義以前也有很多人誤解白羅斯是俄羅斯的一個部分 包括我小時候也有聽過這個國家 但是很多時候都搞不明白究竟白羅斯 或者以前叫白俄羅斯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這個謎底直到前幾年我有機會去白羅斯 一目了然 第四課 Language那部分我會教大家怎麼去問路 所以就說How to reach the Red Square 就是怎麼去紅牆 其實就是問路 有點複雜一點 但是沒有問題 有影片的 手效你們都可以重溫 有什麼問題的 你都發電郵給我 好了 那麼大江都是白羅斯 都是講的地理氣候歷史地緣政治 很有趣的 白羅斯的地緣政治很特別的 當然最近都出過事的 大家都應該如果有看新聞大家都知道 有簽證啦 註冊啦 也都是零件不同的 因為白羅斯 很有趣 是靠近歐洲的國家 但是同時是一個相對比較封閉一點的國家 那麼簽證和註冊兩方面呢 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麼有自己的貨幣啦 那麼基本上也都有它與眾不同的交通啦 住宿啦 飲食啦 還有來講它有幾個比較大的城市 但是金塘呢 就會介紹兩個城市 一個首都明斯克 另一個就是最西邊的城市 Bless Bless Bless在歷史上是很重要的位置的 因為Bless是二次大戰 這個德國和蘇聯打仗 第一槍就在Bless這個地方 布雷斯特這個地方 響起的啦 好 言歸正傳啦 其實白羅斯這個中文名呢 以前它叫做白俄羅斯的 大致上在前年的年頭 白羅斯的政府發了一個官方的聲明 就要說將它的國家的中文譯名 由白俄羅斯統一叫做白羅斯 為了不要和俄羅斯混淆 它在俄文和英文上面也很尷尬的 因為俄文和英文都有兩個名字 一是叫做Blessis 一是就是Blessis Blessis Blessis 顧名思義 就是白色的俄羅斯 所以長期會被不同國家的人混淆 白羅斯是俄羅斯的一個部分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國旗等等也是完全不同的 文化比較相近一些 但也是有不同的 如果你去過國家去看的 也都很明顯和俄羅斯很不同的 白羅斯的土面積呢 不是很大 大致上來說差不多是 30個香港那麼大 所以不是太大 不是太小 同時來說人口呢 它是多於香港少少的 大致上是950萬左右 白羅斯裏面 除了主體白羅斯人來說 還有很多不同的民族 包括俄羅斯人 包括烏克蘭人 包括旁邊的立陶宛 波蘭人 愛沙尼等等這些 所以白羅斯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國家 同時白羅斯的核地理位置 靠近歐洲 待會我都會給你們看的 人工的GDP 簡單來說 顯示到它國家的富裕程度 差不多是美金7000元 回言之比 比我上一堂講的烏克蘭 差不多是高一倍的 當然來說 和俄羅斯的價格是 11000元美金 都還有少少距離的 所以白羅斯的物價 相對來說不是高的 消費不是高的 但是當然來說 人工當然更加是 和俄羅斯比就沒得比的了 白羅斯的時區 是慢香港五個小時 沒有下令時間的 也沒有下令時間的 一路是慢五個小時 總共有七個行政單位 有六個州 他自己中間的那個 當然是首都 那首都 這個州 這個州 有他的直轄市 即是首都 好了 大家我們來聽一聽 白羅斯的國歌 這首是官方的 本書 不上去 看了 或許多選手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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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